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早安 早安 各位大家好 是啊 早安 早安 我們這個彭琴 是 鄭志豪 仲女澤南 我們又來了 這個組合 沒錯 失驚無神來的復刻板 其實本來應該最好就是禮拜天是最好的 但是明天有些事情應該做不及 但不要緊 今天我覺得我們大成功 聽眾說你們不要延遲45分鐘了 是啊 一切相信你就行了 一壓寒 沒事了 上個星期是一些意外 你知道這個世界很多意外發生的 有些黑仔 沒關係 沒事了 沒事了 是啊 但是最黑仔是你叫我解釋 為什麼我們上個星期延遲呢 我現在都解釋不了的 我不知道 為什麼今天這麼順利 都是解釋不了的 其實我有回家研究過的 曾志豪 你吧 可能是我 為什麼呢 真的要請教各位 我的電話 你記不記得在幾個月之前 我不是跟你說過 我的電話 不知道怎麼中毒 經常說我中了病毒 那一次之後 你不是教我的 你不知道怎麼進去按這鍵 就刪除了就可以了 我有試過 但是不行 我換了個新電話 還繼續跟著我 所以沒辦法 有一次我就進了 因為我是用Apple的 我進了Safari 刪除了所有的網站 然後進去一個叫Advanced的鍵那裡 跟著我就是turn off了Java Script 那一陣子就OK 沒問題了 然後繼續有這樣的顯示 說我的電話中了毒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上個星期 沒有按那個Java Script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收不到 可能真的是我 所以不好意思 我都是送你四個字 都是社交轉運 你想多一些社交媒體 我們幫你 你就會轉運的了 都是社交轉運的了 見多一些MIRROR就真的轉運了 是啊 今天跟大家打招呼 我們現在都是最近要跟你做這個廣告的 現在你在這個Facebook page 看這個Live 可以說完全支持一個義工事業 因為完全沒有收費的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想貢獻一些費用的話 晚一點 在我們解決完技術問題之後 你就會在彭程的生活頻道那裡 你就會看到了 沒錯 其實說起來真的很低能 那些人都說 為什麼你不直接在彭程的YoutubeLive那裡出現呢 你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到我的機機白癡 如果你是彭程做HOST 就要在他的Youtube頻道裡拉我進去的話 我兩部都是非主流的Android機 我進來進去都進不了 我會假意時日 威逼你有 就逼我老婆讓一部iPhone給我 我就可以順利進入這個Stream Yard那裡 就可以在你主場那裡直接去做Live的 是 你都很喜歡做非主流 我知道 做義工很開心的 我有看 你都拿過什麼的 你什麼結出義工獎 是的 我繼續做義工幫我 我知道大家很有愛心的 是的 隨兩 當然希望 我記得你說的 廣告都看完 是不是? 廣告都看完很重要的 在Youtube那裡 原來也真的是 希望大家花一點時間 但是太長的 不用看 我也是那句 我知道 我知道 多個五分鐘的 你就當 不要看 不要看 是的 你就當撞鬼了 skip了去 是的 今天我們就把兩大課題放了出來 整個星期我們都要來一個總結 就是那個鏡粉老婆聯盟 老公聯盟 但是不單止 我們可以告訴你 香港就有鏡粉老公聯盟 你猜不到去到日本那邊 它就沒有鏡粉 它就有偷懶主婦聯盟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叫做港日大比拼 就是看一下你會加入哪一個聯盟多少少了 是的 沒錯 待會可以說這個偷懶主婦聯盟 又可以說大叔的愛 但是豪仔 這個星期我完全感受到 MIRROR 就是那股威力和那股熱力 Auntie 你終於都喜歡了吧 不是 你不要怪我 雖然我是Auntie級 但是你知道MIRROR的魅力 橫掃了所有的 你的小女孩 有一個已經做了姜濤說我有個女兒 蒙著嘴說愛你 蒙著嘴說愛你 是啊 是怎樣的 有個好像兩歲的妹妹 給她媽媽拍了她的片段 她唱歌 她唱姜濤說蒙著嘴說愛你 好可愛的 這個女兒 好可愛的 接著唱完那幾句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愛外行交不富 好了 唱完了之後 接著她媽媽就問她 哎 是呀 你覺得爸爸英俊一點 你喜歡爸爸多一點 還是喜歡姜濤多一點 你那天的妹妹怎麼回答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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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問的 我覺得女兒一定是說爸爸英俊一點 爸爸的心已經碎了 是不是啊 碎到好像MIRROR那樣 她怎麼回答呢 是 她說姜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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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還有 我說到一件事給你看 她不是說中陣婆就可以了 還可以的 不可能的 哈哈哈 長大一點讓她認識多點歌手啦 那我今天看我老婆交給你了 什麼老婆 那些小孩子一定有表演 你知不知道要唱什麽歌 幼稚園 我不是很熟悉 還唱什麽歌 就是唱《蒙雀嘴算外力》 整班小孩子一路唱一路在那跳 當然那些幼稚園老師都真是鏡粉 要不然他們都不會唱這首歌 我猜是這樣的 他們的老媽子已經跟他們說了 這些就叫做零失敗歌曲 為什麽呢 因為你唱這首歌老師不會給你低分 不敢給你低分 不敢不給你高分 所以你唱這首歌 最穩妥的 可能下面都一定要拍手 要附和 有啊 有啊 那些小孩子在那拍手跳舞 雖然沒有拍著家長 我深信家長一定是唱得很大聲的 還有剛剛有一個聽眾 鍾安良 她說她的女兒喜歡Anson Lo 是 很厲害 所以Anson Lo就是教主 我知道 這幾天在尖沙咀 即是她7月7日生日 迫爆了 大家在那裡拍照 真是很誇張 所以我真的想來到星期六 我想從一個高尖遠足的角度 去研究這個鏡粉聯盟的現象 是 我提出的第一個討論點 我想說 其實你們那間公司那個Marketing真的很厲害 我想說 爲什麽呢 我們如果從結果去分析 你記不記得大概在一個多兩個月之前 其實是全城追捧什麽呢 就是追捧ERROR 就是追捧ERROR的自肥 自肥 是的 那時整個香港的那個名詞就是自肥 什麼不死了啊 Agent L 說secure 這樣 那它最後真是盆滿盆滿喔 就是不單止這個節目很收得啦 那它那個周邊效益呢 你想想 古天樂 都要找整個ERROR 再加上Agent L 一起去拍喔 那就是雪雪不在話下 那那個時候 你直接有些人的說法就說 哇ERROR好像更厲害過MIRROR喔 就是好像直接是騎了上去這樣 哈 你現在有沒有發現啊 這個鏡粉老公聯盟一出呢 神經病 直接是那個熱潮又蓋回來 就是更加不要再加上阿教主呢 就是剛剛好就 就是不是他選了 神經病 神經病 哇 整個世上就發覺 喂不是啊 ERROR之後呢 它完全沒有停過 就去MIRROR 蓋回來 喂 全部都是你們啊 贏了啊 真的 這個真的 他們是真是好東西 其實就是MIRROR已經紅了很久了 是我們自己真是沒有什麽要留意而已 老老實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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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追海《全民造星》啊等等 再加上呢 就是剛剛之前調教你MIRROR 是啊 是 是 是 電視那裡做 哇 只是發了癲了 你知不知道呢 你現在日常生活裏面呢 你留意一下 你在用著 吃著的東西 你一找他們做代言人呢 全部都可以賣光的 那些人只是瘋狂 只是瘋狂的 真的 我在一個頁面上看到 有些人說夠了 如果你再找他們 再賣一些冰淇淋 乳酷 化妝品 其他那些東西的話 當然化妝品就不會吃肥人 他就說了 那個帖子就這樣寫了 我就越來越肥了 Cereal又找他 雪糕又找他 乳酷又找他 很多東西都找他們 你見到現在的護膚品 哇 全部都找你做廣告 你想想 那些客人只是排著隊去找他們 因為知道呢 一有他們賣完廣告之後呢 一定是賣得很厚的 排著隊說買你 排著隊說買你 真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從那個叫做市場的角度 他用這個方法是完全緊接著 沒有有一分鐘你可以離開這兩個天團的包圍裡面 是啊 很強啊 是啊 昨晚我去一個酒吧那裏 就是Happy Friday 小田一 那裏有一個唱歌的 你的酒吧那裏是否吉祥呢 那裏 我那裏是私人會所來的 是啊 是否吉祥呢 很吉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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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唱歌呢 很有趣的 那我們這班就是中女啦 那些大一些那裏唱些經典歌曲啦 當然就是 老奔 SORRY 老奴 接著之後呢 另一班呢 其實就不是很年輕的啦 不過看上去 比我們年輕一點 那因為呢 他們不是在房間的嘛 在一個酒吧那裏 所以大家唱歌 哇 一唱MIRROR 唱《蒙雀咀雪愛你》 唱《ignited》 唱Warrior 全部都是他們的歌 哇 人們都瘋狂的 好了 唱完ignited 那些什麼 啦啦啦啦啦啦 你跟不跟得到? 看著歌詞就跟得到 接著唱完之後就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熟悉的 哦 咦 我過渡粉絲殺人事件嗎? 不是呀 愛情陷阱 哈哈哈哈 是嗎?是呀 嘩 那個反暢呢 OK啦 你覺得很特別 新世代真的來了 但是舊的世代依然都擁護他自己的 就是歌曲 那兩邊百花齊放 哈哈哈哈 做什麼 你有Anson Lo 我也有Allen Tam OK的 啊 啊 一樣而已 你講開這個 我們要比較一下 但是我們冒死去比較 這件事 你有沒有心理準備? 來來來來來 你沒有心理準備 我也要問你了 我們要冒死去做這個比較 有人就大言不慘 在那個老公聯盟那邊 他就說了 其實你們那些人 沒見過大蛇柯尿而已 大驚小怪 當年 我只是引述的 有什麼不要怪我 當年 當年 一個黎明 贏了你整班鏡仔 那個震撼程度 一模一樣而已 完 好了 冒死完畢 哇 心跳加速 手心無寒 我想問一下 你認不認同? 你會怎麼比較? 我不是黎明粉絲來的 我不是黎明粉絲來的 這件事是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流行的東西不同了 你有沒有看最近呢 他們呢 將MIRROR那十幾個成員 將她的照片 將她變成女生 那些樣子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沒有沒有 很美女的 你知不知道? 就是他們的可能性 他們的可數性 是很大 你叫黎明扮女人 我想她扮不了 因為黎明都扮過的 她不是玩過八王別姬反串的嘛 不美啊 有嗎? 我不記得了 那個電影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不美啊 我們說瘋狂程度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阿Mai 只是一個阿Mai都殺了你 阿Mai 然後你再天地劍 那時候所有手機 個個都看她 你可以這麼說的 現在MIRROR的成員就為了很多名牌代言 但是那時候黎明 她只是為了一個電話 代言了幾個世代 哇 真是嚇死你 我不是說黎明不好 不過現在的社會已經不同了 你想想 這麼多產品都可以代言她 其實那些人真是喜歡黎明 我真是親親見證 很瘋狂 那時候在多倫多住的時候 她在那裡開演唱會 你知道那些粉絲是全世界跟她一起去world tour的 那些就不是年輕人 不是年輕人 是叔叔 是大媽 你說誰是黎明那時候? 不是的 跟她那些粉絲 全世界周圍可以看到她的world tour 去拉斯維加斯 去多倫多 去很多不同地方 你沒有錢 你怎麼去? 就是流年迷 流年迷就看到學友去哪兒就去哪兒 是啊 但是流年都年輕一點 那些是真的年紀比較大 這些醫啊 叔叔啊 真的是跟她四處走 因為她給得起錢 那現在喜歡MIRROR那些 我相信當然啦 某程度上那些 都是啦 很適合在錢啊 我很適合 再加上現在那些Marketing有很多產品都很厲害 我不是 就是沒得這樣去比的 因為整個世代都不同了 那現在我們加上我們有網上那些平台嘛 一句言論 哇 已經贏了啦 是不是呢? 還有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覺呢? 因為MIRROR的Fans那些層面 真的是很大 除了你說MIRROR很英俊啊 MIRROR很過癮啊 很有趣啊 Ian 阿Jer 唱歌很好聽啊 等等 很吸引你 等等之外 那些媽媽是當了她做兒子那樣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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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有個圖片 他們在那裡分析 就是12個人 就是說這個兒子呢 又乖啦 又謙虛啦 很純情啦 如果我的兒子好像他那樣就行了 我很希望我的兒子學他那樣 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以前我們覺得 或者豪仔 你也是啦 媽媽教那些男生 男生不准哭的 流血不流淚啊 你看看他們 你看調教你MIRROR 你看看他們 他們是真情流露 哭不要緊啊 你哭出來啦 哇 你很有真性情啊 你有這麼英俊就行了啦 你有這麼英俊哭的 那些就叫做真情流露 如果是 我考一下你 如果是其他男生哭的 那些叫做什麼? ERROR 哭都OK的 ERROR 哭都是因為你喜歡他嘛 不是的 你不英俊哭的那些哭的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流馬尿而已 是 哪有真情流露啊 一個是流露 一個是流尿啊 陰康 你不要這樣 很酸葡萄那樣啦 重要 如果不是MIRROR 他們那些人在那裡哭 就會被人家說你 男人老狗 哭苦 哭忽 這個世界真是考不公平的 不要說英俊 我覺得其實現在大家 這個環境對於這些看法是有些轉變的 你不要這樣想先啦 是不是 所以我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喜歡那個老公 有一段對話 就是我看到 他們好像在老公聯盟那裡 Capture 還是不知道什麼的 但是那段我也覺得挺有智慧的 他說就聽到一對老公老婆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討論MIRROR 那老公就很明顯不抵得啦 他就跟老婆說 我都不明白 你們喜歡他什麼呢 然後老婆就開頭解釋 她就說 很英俊啊 你不覺得嗎? 你看姜濤 真是很英俊啊 然後老公說什麼呢? 他這個英俊啊? 謝霆鋒那些才叫英俊啊 嗯嗯嗯 那來到這一格沒什麼的 你都覺得剛剛謝霆鋒也是英俊的 他老婆多有型啊 他就說 哦 人家現在剛剛出道 你就拿謝霆鋒來跟他比 好啊 謝霆鋒剛剛出道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過他英俊啊?你沒有啊 他說謝霆鋒出道的時候 你就跟別人說了 這些都叫英俊啊 張國榮那些才叫英俊啊 是啊是啊 那麼他說 到了張國榮出道的時候 你就會說 蛤?這些是偶像嗎? 許冠傑才是偶像嘛 那麼他說 就是你這些人 打擊什麼香港樂壇發展 永遠都是要用以前的人去蓋現在那些 但是以前那些其實你都是照蓋他的 是啊是啊 他說那個人聽完這一幕之後 他發覺那個老公沒有說過話 停了在那裡 停了不夠膽就出聲 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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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對啊 他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畢竟我是謝霆鋒的粉絲 我目睹他整個出道的過程 真的是一模一樣的 他一開始很紅 但是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就會覺得他囂張 次才惡惑 覺得他沒有了道 他中了頂包案的時候 一個人想他死的 我都不是想他死 但是當他牽著王妃的手 我都加上一個行列 死啊你去 但是到現在 大家就會將他成為自己青春的一個支持 就說那些才是最英俊的 好像是一樣的 真的 其實是的 所以你剛才講的那些言論 就是歐斯福那些言論 是不是 不只是講樂壇 在香港任何一個界別的世世代代 他們的批評 就是那些這樣的聲音 但是你不發覺的嗎? 雖然MIRROR和ERROR那些以前是備受批評 但是那個人紅了的那些自信 你在樣子那裡都見得到 慢慢的 因為你們的支持所以建立 所以我發覺其實你們是有點妒忌的 我沒有妒忌他 我沒有妒忌他 但是他們建立這個群組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都疼他們的老婆 支持他們的老婆 覺得很突然 所以他們才這樣做而已 如果不是又怎會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和受歡迎呢? 沒錯 這個是我的觀察 你看到每一個貼文 他們帶著拋眼淚說的那些說話 還有拍的那些照片 全部都是他們縱容著他老婆 陪他去追郵輪 陪他去買籃枕 買了姜濤四壁給他看 其實真是對 我覺得你這個講得巧巧 這個簡直就是港女得到寵愛的最大名字 很幸福 我覺得是 很幸福 其實是花色曬恩愛 我覺得真的 是啊 是啊 但是你一方面又覺得很好笑 因為見到那些爸爸 老婆 老婆和女兒 現在去到周圍很多地方 可能有他們人形紙牌的 宣傳的 你看到那些小女兒 一見到就站在那裡 爸爸給我拍照 哈哈 那些真的是很好笑的 是啊 接著之後有些人就說 家裡換電器 當然是換了他們做代言的電器 剛才有 有個聽眾 找不出來 他說他快要換雪櫃了 是啊 嚇死我 真的 又換去代言的電器 你覺得這個現象真的很可愛 我想之前我們在節目裡面 就是之前我們做電台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說過的 你說現在整個支持粉絲的行動不是變了的 以前可能你就去支持他 舉個燈牌的 現在不是 你說賣光廣告 然後吸引多些人去支持他們 這個變相令到他們會更加受歡迎 還有更加令人喜歡 真的 我每晚都追這個大叔的愛 所以真的 是啊 所以如果我們去到第二格 你說MIRROR在大叔的愛裡面 我覺得很厲害就是黃德斌 他歷戰三小鮮肉 完全不落下風 甚至令人會覺得這套劇不僅僅想談論 Anson Lo他們 還想談論黃德斌 今天我看到資料 有些人就說 現在黃德斌最多人談論是什麼呢 除了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都說他比日本版的大叔更帥 現在有人談論就是說 他穿西裝很好看 原來在研究他的三件頭西裝 怎樣穿出來才有魅力呢 這個你素有這種欣賞的眼光 你最喜歡大叔的了 是不是 是啊 我一向都喜歡大叔 還有是什麼呢 豪仔 是穿西裝的大叔 我一向都是喜歡這一款 看上去就是 官仔骨骨 私私民民 我不知道我們那些網友有沒有這樣的喜好 黃德斌 就是KK在大叔的愛 穿西裝穿得這麼好看 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其實是 大隻 大隻 身形好 你說完啦 這樣 真的沒辦法 你繼續說 我保持這個姿勢跟你做節目 那你會很辛苦 沒有肚腩 是不是 西裝又貼身 又這麼大隻 怎麼會不好看 身形這麼好 又夠高大 不是的 不是的 五十多歲了 我看日本版那個 我終於知道他像誰了 像誰了 他像劉丹 日本版那個 日本版那個很像劉丹 真是 是不是很像劉丹 她的樣子呢 你看一下 我知道 我有看 我有看 我覺得她真的像劉丹 我現在看真一點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這麼熟口臉呢 我看著看著看著 這個演員 是國務級演員來的 是啊 是的 不過你沒辦法 你身形來講 日本版那個就真的輸蝕了 是啊 麥德斌有帥氣一點 有帥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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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件頭西裝 最傳統的一種穿 就是他carry得很好 我經常都 我有穿一件頭的 你見到我 我見到你穿一件頭的 我那件背心不離身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瘦了 是啊 是的 我要拿它來摺 看起來沒有那麼單薄的意思 但是王德斌穿的效果就不同了 因為其實是整件衣服好像貼著她的身形那樣 哇 你一看好像什麼呢 好像那些女人穿一件貼身衣那樣 就是你們很喜歡看她們玲瓏浮特 其實王德斌這麼大隻 穿的都是有這樣的效果 是啊 還有我發覺它和我們看韓劇的那些韓星 真的不同 韓星就算它都是穿三件頭 比如 最明顯就是之前這個黑道律師 就是民心左 宋仲基那一套 那時候我們都在節目裡說 他每一集都展示一些名標 是啊 是的 還有穿很漂亮的西裝 但是真的不同的 就是宋仲基呢 他畢竟可能有年紀不同 他穿出來呢 你會覺得怎麼都會有一點點陰柔的味道 你會覺得它的脂粉味是比較重的 阿斌哥 阿斌哥加上那一片鬍子 你真的只有一個字就是man 男人 男人成熟男人的味道 是 非常有陽光味 是啊 還有我覺得如果香港人 我真的這樣算 你如果叫我模仿 嘗試模仿這兩個偶像 你說了 我有機會達到宋仲基的機會大些 還是有機會追到王德斌的機會大些 哈哈哈哈 厲害 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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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們說另一件事 喂喂喂 幹什麼 哈哈哈哈 就這樣吧 正方的同學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你自己決定吧 我當然覺得王德斌的機會大些 喂 你練大健一點才說 我認識你這麼久 你只認識公約醫護的 因為我也覺得 又說練腹肌 是啊 你吃兩塊那些香蕉 蘋果也有機會大一點點 但是要做到宋仲基 我真的做不到 我沒有那麼白正啊 大佬 很難啊 這件事 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向著那些方向 是啊 OK 你不會吃那些飯的 當然是三片香西裝 這裡也有講去介紹穿那些直條的西裝 不過 是啊 我也有直條西裝的 不過穿出來就真的好像過斑馬線那樣 出來的口 不過西裝的款式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它那些又不是很特殊的 真的OK的 是啊 嗯巴 直條等等 我覺得這些西裝 很傳統的那些 在我心目中 這些比較正常一點 不過他說在這套戲裡面 或者日本版我也是 因為西裝給人的感覺 都是比較成熟老成的 當然也要配合他的角色 但是要反映出他那種 那種可愛啊 還有暗藏的那種 嘻嘻的感覺 笑女心 笑女心呢 那就是呢 就是呢 在他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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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裡著手 你看到呢 日本版 我看到黃德斌有些相片 其實都 我沒有留意的 那他就說選一些 顏色比較鮮艷的 可能是紅紅的等等 暗花這些這樣的設計 那他突顯了這個 笑女心的那種味道在裡面 我想黃德斌挑戰一個裝扮 如果他都挑戰到 我就覺得他贏了 如果他可以打煲胎 都還有這個味道出來的話 他一定有啦 我想說煲胎這件事是很瘋的 各位聽眾 如果你在看的話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就是打煲胎呢 不知道為什麼出來 就很... 不不不 就像煲胎也小事 你好像很快就會看到 好像有些小卡 不會吧 煲胎很難 很型的 真的那個感覺 是啊 是啊 很難 很難穿得很好看 是啊 我的感覺呢 就是我沒有什麼打過 除了我結婚的時候 打過煲胎之外 是啊 然後我發覺 我後來想再拍那些帥哥的照片 那時候你不是介紹我去拍那些 家庭照的婚紗照片 是啊 我發覺去到 如果打煲胎 就不是那麼容易好看 都是要打豬腸粉那隻 腸粉長條可能會好些 這個等我說 有機會再試試挑戰 否則我只是想起曾蔭權那個樣子 他OK啊 他都打得OK啊 不會是男人啊 很型的那些 會 那些不只是看那些 那些要配合你整個身形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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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畫開了這樣來講的 好了 剛才我們都說 除了我們香港 就有這個鏡粉老婆關注組 剛才我們說 日本 日本那裡都有一個叫做 偷懶主婦聯盟 是 是 我覺得這個一聽名字 就知道是被 女人加入的 是啊 那這個日本主婦聯盟 是什麼來的呢 可不可以講一下 是啊 原來這樣的 他們都比較 香港就有 老婆嫁了Miller關注組 那些老公加入的 但是那邊日本就說 其實我們女人 都有個聯盟 就叫做 偷懶主婦聯盟 為什麼呢 他說原因就是 日本他們的疫情 就一直都沒有減退 我們香港那裡已經走得好 七七八八 他說日本都還不可以 所以他說 有個背景就是 很多老公開始在家裡做事 我們之前都說過 就是很大件事的 他說有些人就會有想 吵架 甚至乎誇張得會想離婚 因為他們直接有個名詞 叫做新冠離婚 就是 因為疫情大家對著 在家裡 是 是的 跟疫情有關 這些都聽過的 所以他們就說 老公在家裡 就天天吵著 要吃不同的早餐 午餐 那些老婆 煮得不好 又被人罵 但是她從頭到尾 就只是在那裡看電視 經常吃煙 去廁所 什麼都不動 這些我們都知道 都有的 但是他說 因為這件事 於是那些女人就決定了 不僅僅僅僅僅就算了 他說他們自己要成立一個聯盟 這個聯盟 就是說我不做了 簡單來說 他就說我不做了 我不要再做家務 他說我們全日本的主婦要成立 偷懶不做家務的聯盟 大家一起在那個群組裡面 伸一下 怎麼可以不做事 還有你家裡的老公怎麼不做事 所以背景就是 對做家務那種極度的疲勞 受不了 平時老公不在那裡都沒什麼所謂 都有一點時間 有自己空閒的空間 你對著老公在那裡 老公如果再做一些 叫你撿這個樣子 做這個樣子 我肚子餓 或者老婆老婆老婆 真是挺煩的 是啊 但是這個聯盟是做些什麼的 除了給你慎 說你的老公有多不做事之外 他們原來就在裡面互相連結 就說 喂 有什麼方法可以偷懶 不做家務 但是又有人幫忙做家務 這樣 這個我覺得彭程應該很有心得 怎樣 又可以偷懶 偷懶不做家務 但是又有人做家務 不做家務 叫人上去幫忙 是啊 你給錢就當然可以了 但是 他是說用嗲工 啊 你最擅長 是嗎 就走了 彭程有時候他一按鈕就不見了 我們等一下等著他回來 各位 這個聯盟呢 我覺得就真的很有心思 因為當大部分的家務 就是都是由你家裡的女人做的時候 他都想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那些姐姐 工人姐姐 都說可以突然間 放過週休二日不見了人 但是那些老婆呢 老婆不行的 所以呢 在這裡 就走了 你在說我嗲工 哎呀 嗲工 是練一下 哎呀我專長 哈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怎樣嗲工 令到老公幫你做家務呢 這樣 很多的 是啊 不如 你幫我 很累啊 你幫我 你幫我 你幫我弄完他 這樣 不是 怎麼說 你不擅長的 其實你不要假裝自己會撒 我是會撒的 不過你現在這樣突然想起 你突然間叫我頂 我又就是 是啊 未必可以實行得到 哈哈哈哈 但是 有用的 的而且 我給你一個例子 他是這樣的 各位姐妹你都可以練一下 他呢 他就說 他們直接有人出書 就教你怎樣偷懶 不做家務 但是就叫老公幫忙 好 他就說我們要殺嬌 殺嬌的女人不用做家務 但是他說有幾句的句式一定要用的 譬如叫他丟垃圾的時候 加多一句 老公啊 丟了香蕉皮 什麼 不愛你啊 愛你啊 這樣 他就說要愛你 好了 腳都軟 是啊 就是說這個是第一級 入門級 他說你要不停加這句 如果你經常說這句 他說都有機會可以逢空發筋的 老公啊 好 我想煮麵 不是 我愛你啊 這樣 他繼續煮麵 這樣 這是第一級 他說如果你覺得這個都不夠的 或者如果老公有免疫力的話 他就有第二句 他就說 當老公根據你的吩咐做了 總是會做一次 掃地麻煩 掃地 掃地 掃完之後 老婆要說一句什麼 為什麼呢 他老婆就要加 他很疼我啊 真的 不夠 他要讚對方 要讚對方 你做得很好啊 真的很棒啊 這個方向就對了 好厲害啊 是的 但是他的名詞 他專門有一句生悲 他就說 老婆等我老公做完家務之後 就馬上加一句 他就說 老公啊 你掃得很好啊 不愧是你啊 你一定要抄下這句 哎呀 真是不愧是你啊 是你才掃得這麼好 為什麼你會做到的 哈哈哈哈 是 以後他做了這句 這句真是很好啊 我也發覺 其實跟你在辦公室 跟你在辦公室沒有什麼分別的 就是 如果你想使人做事 幫我剪一剪帶 然後他幫忙 麻煩幫你剪帶 很厲害啊 不愧是你啊 你剪得真的很快啊 我想你在辦公室做不到這句 哈哈哈哈 我們之前可以的 我們之前可以的 就是還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叫那些男同事幫我 幫幫忙忙 只有你才搞定的 嘩很快啊 可以就全靠你而已 真的是你才做到的 哈哈 如果你這樣說 我醒起來了 我老公洗碗的時候 通常他在這裡專心洗碗 我當然在外面做其他事情 到我搞定之後 一進去見到他 我就會 他在這裡洗碗的時候 我在後面抱著他的碗 我就會說 麻煩你啊 哈哈 這招我覺得你贏啊 這招我覺得真的贏啊 你想想 你只是那個老公 只是在期待著 啊 究竟他是在我洗碗的時候 還是在洗結晶的時候 他就會抱著我 哇 他都期待了 是不是 不過你用不到 我用不到 哈哈 為什麼你老婆 為什麼呢 我在洗碗的時候 我老婆在外面搏鬥著 同兩個 如果他走進來抱著我的腰 應該很快 我剛剛在享受一秒的溫柔 哎呀 老婆抱著我的腰 爸爸 爸爸 快點出來 然後就會左右兩隻手 抱著他的腳 和我的腳 那你不覺得很溫馨的嗎 這樣 如果你老婆抱著你 跟著你兩個兒子衝過來 都抱著你 哇 簡直是一個 溫馨家庭的 合照 典範 是啊 是啊 你還沒想到後面的動作 他抱著你之後 他抓 那兩個兒子一邊抱著 然後就媽媽 我想出生去看電視 然後你就扯大籃 那樣 你的碗就啵啵啵 你就整個 拉走了 所以是很慘的 不過這樣 其實在主婦聯盟那裡 第一 大家可以互相慎一下 互相去支持一下 是的 第二 其實真的不用出硬工的 就是不用惡 是啊 沒錯 如果要另一方 要溫柔 是啊 你是男人你就明白 是啊 但是我覺得 反過來 最後我也想這樣回答 你有偷懶主婦聯盟 但是其實我們男人 也有很擅長的功夫 可以免除做家務的 就是很簡單 做彎就可以了 什麼 又是這樣 我之前 你知不知道 哎呀 糟糕老婆 會不會現在正在看呢 可能會真的 很簡單的 其實如果你是 他叫我下衣服 我下到一個地步 他說你不要下了 他的答案是怎樣 他說你不要下了 你下完 只會有激氣 我要再下過 行了 你只是幫我把衣服 從洗衣機 拿到房間裡下 已經OK了 這樣 是的 然後我就 我也要給他一些配合 他說 不要啦 很辛苦 你這樣 我讓自己更舒服 那好吧 你看一下你 你善用你的才華 你就不用把衣服拿過去 幫到老婆 老婆 你做得多一點 就是怎樣 我的才華 就是用在這裡 我就已經浪得很好的 你浪費了 如果你做得好 你老婆就更加疼你了 是啊 我現在進步到一個地步 她連接衣服都不用我接 她已經分到一個地步 就說你接自己的那些可以了 我和我兒子的那些不用你接 你真的很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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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真是 她真的很仔細 你真是故意的 我用了剛才那些主婦聯盟的對話 放在我老婆身上 她一接好衣服 她就說 我老婆真的只有你才接得這麼漂亮 不愧是你 然後我想你老婆 反眼反二百次 你想怎樣 你不是想連其他東西都不做 是啊 她的答案 什麼意思 什麼叫其他東西都不做 其他來洗碗 其他東西都不做 哇 你們用這些為威脅文是不行的 下次我會認識的 不愧是你 或者我經常都會拿出來 我老公你真是精 那就大家開心 是啊 OK 今天我們又講了40分鐘 多謝大家 今天是有點特集的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 我看到有些我們剛剛做到 只剩下兩分鐘才進來 說你們這麼早的 現在才進來 是啊 不好意思 不是 我不好 我不知醒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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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得早些做預告 是啊 喂 不敢 現在看到剛剛進來的朋友 可以在彭城青生活頻道 那裡 沒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看廣告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看廣告 訂閱我們 下次我們再聊 是啊 是啊 我們下次再教一個好一點的時間表 時間 我會拿一部iPhone回來的 記住 老婆 全靠你 真是不愧是你 有iPhone 快借給我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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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意志要 用得著 真的 下次我們再見了 快點換吧 快點換電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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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